現在中國為了幫俄羅斯不停地造假 就以鳳凰衛視的記者盧雨剛 他遠赴俄羅斯跟隨俄羅斯的軍隊入侵烏克蘭 聽到沒有?是鳳凰記者盧雨剛 跟隨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 你看不到烏克蘭跟隨烏克蘭軍人去反抗俄羅斯 而是用他的角度 就是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正確的 他在上個月底在抖音上發布了一段短片 就是為俄羅斯塗脂抹粉 就是俄羅斯軍隊摧毀了烏克蘭軍隊的海馬斯火箭炮系統的殘骸 這個火箭炮系統是由美國援助烏克蘭的其中一個火箭炮 他是一共有16套 型號AM142 俄羅斯曾經說過 多次這樣表達摧毀了多個海馬斯火箭炮系統 但是從頭到尾沒有片沒有正常 就是說 而美國和烏克蘭也都沒有承認過他們這些這樣的軍備被你擊敗了 結果盧宇光在上個月尾的短片展示疑似俄羅斯坦克挺進的畫面 包括一地山落的碎片 盧宇光的配文是海馬斯的零件 即是說用他證實了俄羅斯是強大的不畏懼美軍的武器 結果那段影片看到那些散落地面的零件是寫著Made in China 那接著那些網友就說沒有理由 美國武器原來是抄襲中國和用中國的零件 在網上找到一位加拿大的YouTuber卡特爾 原來他這段影片是剪輯他在製車的影片 那個就是Made in China的這部份 是一個燒焦了的雪佛蘭汽車的收音機 卡特爾他沒有想過被這些人渣 算改他的導用內容對於被人當成了全戰爭的工具 他感到他的夢想被踐踏和摧毀 結果大量的人 喂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報導俄乌戰爭你有什麼是假的 這件這樣的事都假的 用人家那個爛鬼收音機就說是人家的火箭炮系統 說出來結果在這裏被網友找到的就是他在戰場上高 被火箭炮的炮火嚇魂和賴尿的短片再重新放上網 那結果當然微博被殺 究竟是中共刪他還是怎樣 而這個人造假是假得很離譜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在鳳凰衛視曾經駐莫斯科首席記者2000年 他作為戰地記者在俄羅斯遇到危險 一位俄羅斯戰士為盧宇剛而犧牲 臨終前交代盧照顧他的老婆和子女 結果盧宇剛和這位戰士的遺相結婚 當然這個是故事 如果這個戰士是為了保護他犧牲的話 那他老婆子女怎麼會嫁給你呢 還有都不認識你呢 那你又憑什麼去照顧他家呢 還是從頭到尾你一早認識了人 想著 咦 她老婆索到砰砰聲喔 是不是呢 她的女兒長大都是美人來的喔 會不會在這裡發生這個戰士的危險 跟著她死亡 跟著將她的子女交託給你呢 都有極大可能 反正造假都做到這樣 這些故事 無非就是為自己塗脂抹粉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 拜拜